停机坪上乌云密布 但下一秒 直接落在停机坪上 瞬间打雷让拍摄者吓傻了 镜头也歪了 这样惊人的画面出现在桃源国际机场 让桃源机场的地勤人员吓坏了 机坪比较空旷 所以雷随时都有可能会打下来 你叫这些旅客 如果是工作人员 他们去作业看看 吓都吓死了 这个都可以体谅的啦 整个场景宛如暴风雨前的宁静 一道紫色闪电划破天空 不断落雷 让班线行李人员暂停作业 虽然陶琴不确定 这个画面是何时拍的 但的确从11号晚间10点开始 到12号上午9点 因为落雷闪电共延误61个班次 造成1200名乘客行程延误 但好雨带来的还不止雷电焦点